好的寄來了一坨報紙 QQQ奔新年 Q奔 其實只要喝啤酒 我看什麼問題都應該可以解決 再隨機的抽出兩位 一人一張 哈囉大家好 我們收到一個 郵局便利箱 是來自台灣基進的台南黨部 所以今天一起來開箱 看看裡面是什麼 嗯?有人已經開過來了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們的助理非常好 他很怕說 有時候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的郵件好像都會有人幫忙檢查 跟過濾 好的寄來了一坨報紙 好首先第一張 這個台灣基進的宣傳單子 來看一下裡面寫了什麼 封面 國家起召 青年本土腳步 走出台灣路 抗中雇主權 台灣基進在國會的成績 有境外勢力代理人法案 中資控管透明化 台灣正名 國家打造修憲提案 根本土語言 母語問政 好那接下來 再來看 這個應該才是主軸 我撿了沒 可不可以等一下 圖窮筆線 現在年輕人還知道圖窮筆線是什麼意思嗎 奔走為台灣 欸這個不錯欸 奔走為台灣 我都沒想到這個梗 我也想到自由奔放 奔走為台灣 這是基進的燙金春聯 而且還有香香的味道 還有台灣基進立法委員陳柏惟 金奔新年 金... 喔!3Q啦 QQQ奔新年 Q奔... 想了30秒不知道是什麼 對但是有啦 解釋啦 3Q啦 QQQ啦 這張很特別欸 我從來沒有人看到 洛款洛在右下角 一般都是洛款洛在左下角啦 但是因為你知道我們3Q哥 就是做什麼都是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應該也是屬於 新年限定金裝版 而且你要看到他的 陳柏惟的簽名啦 柏這邊啊也是一個3Q 好不好 你們看得出來嗎 對蠻厲害的啦 只要是他的文宣都一定會有3Q 終於要進入了 這個應該是這一次的主軸 就是兩罐的啤酒 它是守護 守護 包容之心 從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來 到底是什麼 好另外一個叫做孕育 孕育這是怎麼說的 應育 應育嗎 從包裝上來看 一個是山在孕育生命 一個是海 也在守護 守護包容 那就是兩支一組 那另外據說還有一個隱藏版 至於隱藏版是什麼 聽說要買6瓶才可以知道 購買連結會附在下面 這個是 基進台南黨部的募款小物 就是兩支台灣釀造的啤酒 其實說實在的 說到這個募款小物 一直以來都是社民黨的弱點 不知道是機身蛋來誕生機的問題 就沒錢就很難做好的東西 那沒有做出好的募款小物 就很難引起話題 就更沒錢 那今天很謝謝 激進的台南黨部 送我這一組 這個 為台灣乾杯的啤酒組 那這個啤酒組 至少我現在拿 我還沒有開來喝 但是至少中我拿過來的 整個品質而言 感覺質感蠻好的 而且如果你是逢天過節 你要送人 就這樣兩個提出去 送給朋友 感覺應該也還算不錯啦 其實有時候送這樣一組 台灣激進的啤酒 然後就算是政治意見 不同的人坐下來 其實只要喝啤酒 我看什麼問題都應該可以解決 好 所以謝謝激進台南黨部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 自己點下方的連結 去他們的網站上看一看 那如果你覺得還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阿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訂閱加小鈴鐺 第一時間收看最新資訊 今天我們拿到這兩張春聯 因為都是極限量版 所以我想呢 把這個做為 我們頻道粉絲的福利 那開放出來 給大家抽獎 那獎項呢 很簡單 就是這兩項 一個是這個陳柏惟的 這個春聯 一個是奔走為台灣 台灣激進的這個春聯 要怎麼樣得到呢 非常的簡單 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呢 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請你公開留言 超過五個字以上 那我們就會呢 在隨機的抽出兩位 一人一張 幸運的朋友呢 那我們會再另外聯絡你 請你把這個地址告訴我們 再把這個春聯送給你